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凡不平凡的瘋店校的 Nuria 今天呢是 一直以來都很多人敲碗的影片 常常會收到很多很多私訊 一直問我 妳是怎麼保養妳的皮膚 然後可不可以分享平常的護膚流程 那我今天就整合了幾個習慣是 我覺得 他們都有幫助我 維持我皮膚狀態的一些因素 然後還有跟你們分享幾個 我最近用到我覺得 很喜歡的產品 應該是會對大家蠻有幫助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個影片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皮膚外部的護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內部的調理 因為最直觀的就是從 就是外面開始護理嘛 首先 大家真的要選擇適合自己的膚質 還有適合自己的年齡的保養品 那除了保養品以外 我覺得連防曬啊化妝品 都是需要去選擇適合你自己膚質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自己的膚質是什麼 不要就盲目的隨便跟風 大家用什麼我就用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平常不要隨便摸臉 我想說真的是超級愛摸臉的一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有長痘痘或什麼的 千萬不要去摸它 然後平常沒事也不要一直去摸你的皮膚 千萬不要 因為你手上一定有很多細菌 很多髒東西 那這些都是會卡到你的毛孔裡面 然後越卡你的毛孔就會形成黑頭 所以大家 千萬不要隨便摸你的臉 喔還有就是自從疫情之後 其實很多就開始很依賴口罩 尤其現在夏天 今年的夏天真的是有點太恐怖 現在是35度 現在才7月中耶 超級可怕 我每次只要一戴口罩我就覺得 哇我的皮膚感覺痘痘已經冒到天荒地牢了 如果你今天是去一個空汙很嚴重 空氣很髒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戴著口罩 因為你要防止空氣中的髒東西 去接觸到你的皮膚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就盡量不要戴口罩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可以越來越好 像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戴口罩 現在要我這個天氣再戴氣口罩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做到的 我覺得以上這幾點都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來我要跟你們分享 一套我最近用到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產品 等一下 我還放在樓下 它還濕濕的我發現浴室 那首先我先分享一下這個 我最近很愛的 洗顏慕絲 它是拿入口的 它的名字超可愛 叫做茶樹粉刺 快閃洗蟹兩用慕絲 我覺得如果大家要皮膚趕緊 然後尤其我們現在又是青春期 就是在一個皮膚的油脂粉泌也會很不穩定 所以我覺得從清潔開始是很重要的 然後那我自己呢 現在是早上用清水洗臉 然後晚上用洗面乳洗臉 如果你早晚都用洗面乳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太多 而且因為你晚上才洗臉 然後你也就只是在床上睡覺 所以早上起來我覺得也不需要用到洗面乳 那因為我自己平常去學校 我是都一定會擦防曬的 那它這一瓶是洗蟹兩用 所以非常方便 我平常就是如果只是上學日的話 回家晚上就是這一瓶直接搞定 然後我覺得它的優點的話 是它的泡泡非常非常的綿密 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你可以用手這樣打圈去 揉進你的毛孔裡面 然後把髒污帶出來 最後再用清水洗掉 然後洗在臉上的時候也是非常溫和很舒服 然後它裡面還有水洋酸的成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像我臉上這種小小的顆粒 這種小顆粒什麼的 用水洋酸可以慢慢慢慢的把它淡化掉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這些Naruko的產品 都是茶樹系列的 茶樹精油是可以去很好的調理你的肌膚 然後夏天用茶樹的 味道的產品 我就覺得非常的清香很舒服 我現在用給你們看 超香 你們聽 等一下我ASMR一下 超級綿密 然後它的泡泡也是很有彈性的 就是有些泡泡會水水 然後爛爛的那種感覺 它不會 好 我要去洗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青春期一定會長很多的 小顆粒小痘痘 反正就是皮膚很不穩定嘛 那真的要長到溫和 然後可以去去痘 還有抗痘的產品 我也是找了蠻久的 那我覺得平常的話 大家就是精簡護膚 但如果可能皮膚狀態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我超級推薦 Naruko他們家的抗痘三寶 這真的超級好用 我覺得大家真的必備一套 一個是這一個 抗痘粉刺寶 喔對 粉刺 沒有講到粉刺 除了痘痘因為粉刺才煩好不好 粉刺真的是 痘痘他可能過一陣子他就削 但粉刺他會 一直冒一直冒一直冒 而且粉刺是密密麻麻很多 但我又不敢去擠那個粉刺 因為粉刺你越擠毛孔越大 然後粉刺他也不會削 就是他明天又冒出來真的超煩 他這一瓶的質地超級無敵特別 他是有一個什麼特殊的水粉質地 下層是粉 然後上層是水 你們用之前就這樣搖一搖搖一搖 把那個粉跟水搖在一起 他除了可以弱化你的粉刺之外 他也可以抗粉刺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青春期 大家的福音好不好 那他上面的這一個液體裡面的話 是有2%的水洋酸 就是跟剛剛這個洗面乳一樣 也是有水洋酸的成分在裡面 這一個的水洋酸濃度都是剛剛好 我們用起來都是 不會太過刺激 然後除了含水洋酸 因為他裡面還有那個什麼 金鋁酶跟維他命B5 反正這兩個成分的功效 就是舒緩保濕 他這個質地真的很酷 我先用給你們看 然後你們看 他等一下喔 白白的那就是粉 那他下面這個粉體的功用就是控油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粉刺會形成就是因為油脂分泌 然後堆積在你的毛孔裡 所以控油也是很重要的 那像這個的話 我平常的使用方式就是 我大部分是粉刺那一頭 都是堆積在鼻頭這裡 所以我就晚上 我就會這樣倒在我的鼻頭上 然後把它包包抹一層抹開 然後因為它會 它有那個粉體 所以它會白白的 所以不太建議大家早上擦 你們可以晚上的睡前擦 然後讓它 就是附在你的鼻子上一個晚上這樣 不過這種產品 都一定是需要長期使用 我覺得大家要有耐心 就是每天用 它才會效果比較明顯 那我目前也還在慢慢改善中 那再來我覺得大家可能會很需要 是這一瓶痘痘油 它就是抗痘 製痘 抑痘的 這個裡面也是有水洋酸 但是它們都只有含2% 所以濃度都是不會太高太刺激的 那我自己是從 就是我覺得它有點鼓鼓快冒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 然後就點在上面 就是你們不要大範圍的塗 我覺得就是塗在快冒痘 或是已經有痘痘的範圍上 我通常是眉心還有髮際線 我髮際線超會長痘痘 但是髮際線看不到 可是就是你這樣梳頭 或什麼時候超痛 我現在應該也有 在這裡 喔超痘 我超然長髮際線真的很痛 這個我也是睡前擦 然後白天的話我就是貼痘痘貼 防止我自己去扣它磨它 我自己是覺得它 讓你痘痘消下去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真的私心很推薦給大家 它除了可以很快速的 就讓你的痘痘趕快消下去之外 它也是可以抑制你的痘痘再長出來的 然後再來第三個 這個坑痘三寶的最後一步驟 就是茶樹痘印美百寶 那顧名思義它就是可以淡化你的痘痘的斑 痘痘真的說它要消下去其實不難 但是難的是如果你今天去擠它 或是它今天留下巴的時候 它有可能就會在你臉上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要痘痘消下去之後 就不管它了 因為像那種小印子什麼的 它都是會留很久很久的 所以我通常是如果我長痘痘之後 我就開始擦它 快要好了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擦它 然後它這個裡面是滴管的設計 所以很方便你就這樣滴在你的痘痘上 或你滴在手上然後再擦上去 我最近就是挖到這個 抗痘三寶 我真的覺得超級好用 大家家裡一定要備一套 然後還有一個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三個建議不要疊擦 因為油可能會太刺激 就是按照順序 這一個就是一開始擦 然後平常擦擦在你有粉刺的 或是有油脂分泌很旺盛的地方 再來就是擦這個痘痘油 就是如果你長痘痘的時候 可以擦它 然後擦完之後 化藥消下去再擦這個 可以消痘印的美白寶 我們前陣子學校出去旅遊五天 就是出去玩去中南部 真的超級無敵熱 我沒有一直在做任務 說我整個人超級燥 那個時候又生理期來 所以我那一個禮拜 皮膚狀態超級無敵不穩定 那時候我就是擦它們 我找到一些照片 就是每天比較清楚 有拍到我的痘痘的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我前陣子就是真的實測用下來的一個效果 這個是6月19就是我們出去的時候 的時候我的額頭就開始冒很多小粉刺 然後這裡長一顆大痘痘 巨大痘痘 然後下巴也是 然後這個是6月20已經快要回家了 這個時候還是很嚴重啊 然後這是已經到家了之後 很明顯變小很多了 那通常痘痘進化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會再擦個 痘痘油再擦一兩天 然後就可以開始擦美白寶 那個額頭的都已經沒有了 額頭的都已經消下去了 你們看它就已經變成一個灰灰黑黑 就已經沒有紅了 它是一個印子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擦美白寶 然後這是後來去看小美兒那一天 其實已經淡掉很多了 都已經淡掉很多了 這時候是6月30號 所以這中間只經歷了10天 10天就 它們就很快就消下去了 然後這個是7月11號 就它們冒出來是6月19號嘛 所以已經三週了 就已經幾乎看不到 然後我現在是已經完全沒有 所以這是我之前就是 前陣子冒痘皮膚很不穩定的時候 用它們的一個效果 翻出一些照得比較清楚的照片給大家看 那再來第二部分就是要來講內條 呃等一下我相機要沒電了 那講到內條的話 首先第一個就是花果茶 這我真的講到爛掉 因為之前有開團過賣了300多包吧 那一次 我現在手邊就有一杯 我真的是很喜歡喝這個 好喝然後又 等一下喔 這樣看得到嗎 好喝然後又 很方便泡 然後我自己喝下來我覺得氣色會變好 裡面就有很多 對女生身體很好的成分 有紅棗啊玫瑰葉啊 然後還有什麼桑腎 反正就是很多 再來很重要的就是健康飲食 我最近皮膚狀態不太穩定 因為我最近真的吃太多外食了 但我平常 平常真的是不太常外食的人 只是最近太常跑出去 所以很常外食 然後榨物盡量少吃 我自己對榨物的慾望是還好 所以就還好 但我有看過身邊的人 吃榨物吃得很兇 就是皮膚真的會非常的不穩定 還有就是不要太重口味 雖然我自己非常非常的重口味 可是平常在家裡其實吃蠻清淡的 因為我是清淡跟重現都吃 只是我自己偏好重口味 然後大家可以去避免精緻澱粉 精緻糖 反正就是避免精緻食品啦 然後大家也不要吃太多良性食物 會講這個是因為前陣子 我們家就是有買青芒果 然後我跟媽媽是非常喜歡吃青芒果 就是單純肯青芒果 它就是非常非常涼的良性食物 我自己皮膚是有起一些小顆粒 但媽媽是整個唇周 就長非常非常多的 我也不確定是粉刺還是痘痘 去看中醫醫生就說 老師你吃太多青芒果了 所以大家良性食物也不要吃太多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可以吃一些保健品 像我自己有在長期吃的是 魚油還有維他命 我覺得這些都是多少有一點幫助 就是幫助你身體補充一些 攝取比較不平衡的養分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已經講到爛掉的 多喝水多運動多休息 雖然我最近都沒有做到 但是我會盡量 因為最近真的接近 期末忙之外 我也是一直跑出去玩 犧牲掉很多我的睡眠時間 這三個說破嘴巴的 真的都可以幫助新陳代謝 讓你的髒東西不要留在體內 但其實大家一直說要怎麼去維持皮膚 其實講來講去都是這些點 我能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就只有 我覺得使用得到的好的產品 還有我自己堅持下來 我真的覺得有感的一些習慣 就跟大家說 但是真的能不能做到 我覺得還是要看大家 因為像這種保養品好了 你們買回家買很容易 但是要堅持用 其實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事實上只有醜女人沒有藍 不是不是 事實上只有藍女人沒有醜女人啦 OK那以上這些就是我統真給大家 我覺得大家可以 從現在開始去著手堅持的一些好習慣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也是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那大家可以去堅持看看 如果有什麼好的效果的話 可以在IG私訊我給我反饋 還有想要看我分享什麼主題 或是拍什麼內容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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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看 是